我们去做的工作就是团结宗教 团结族群 安定社会 乐时和平 我们过去在新加坡、在澳洲所做的这些经验都可以提供他们做参考 最重要的交往 我访问跟他们谈话的主题 就是离记的是两句话 建国军民教学危险 中国立国五千年 失踪维持大鱼童 这什么原因 就是靠教学 我们这一代 就这个世纪 这一百年当中 我们遭受的很大的苦难 在历史上也没有过 为什么遭受这种苦难 我们把古人这个教学 属获了 学气了 所以才遭受这么大的灾难 所以家庭教育没有了 学校跟社会教育 跟伦理道德完全脱节 所以我们现在想想 唯有靠宗教 宗教里面还有一些有良心的人 还有一些善忍 希望他们就 希望他们努力 把这个圣贤教育 发扬挡大 这个最重要的 要从自己本身做起 本身不能落实 那什么都谈不上 先从自己本身做起 然后才能影响别人 我们做了 我们用 现代的科学技术 从华藏图书馆建立以来 华藏图书馆好像是民国68年建立 我们就开始用电视 制作录音带 录像带 流动